中国大陆本来就是个黑箱 国斋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些罪行 是不是王立军都已经向美国政府透露了 新闻头条首先来看到 为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 2012年12月2号 由美国三位医学专家在美国白宫网站上 共同发起一项签名联署活动 呼吁欧巴马总统及美国政府 对目前正发生在中国大陆 大量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事件进行调查 直至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三万人签名支持 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长 由于已经完成一个月内 达到征集两万五千人的联署门槛 接下来白宫官方如何回应各界关注 该签名活动呼吁 欧巴马总统及美国政府 调查和制止目前正发生在中国大陆 大量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事件 并公开谴责中共的这一罪行 根据白宫网站声明 签名发起三十天内如达到两万五千个签名 白宫就将对提出的问题给予正式回应 而二十五天内也就是12月27号下午 参加这项请愿的实际签名人数已经超过两万五千 签名信发起人之一 徐建超医生呼吁更多的民众加入签名 敦促美国政府支持人权秉持正义 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人越多越好 当然我们已经达到了它这个技术要求的两万五千 但是我们要求是知道的人越多越好 2012年5月24号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人权报告 首次公布有报告指 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 10月4号106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布可能已经获得的有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切资料 要了解更新的增迁进展状况 白宫官方回应或者支持签名 请密切关注白宫网站 新台湾记者正号纽约报道 新台湾记者正号纽约报道